莫乃光議員請你發言 如果你不發言就下一位 莫乃光議員 主席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發展 我不明白在發生什麼事 很多人都不明白 看電視外面的人都不明白 可能真的是這個議事規則 只是主席你自己才明白 因為你自己就好像喜歡怎樣就怎樣 外面所有人看都好像亂了大龍 無規無矩 主席 我們一直都是想給個機會 主席你這幾天跟我們一路溝通 我們是很感激的 但是不知為何 坐了上來 你在主席位的時候 這樣又不一樣了 我們一直都 你跟我們私底下在說 不說那麼多那些事 但是我知道你都是有心 是想解決現在我們外面那裡 成千上萬人關心的問題 但是不知為何 來到這裏面的時候 你又要跟我們 即是我們很合理的要求 給你 你仍然是一樣 用些我們聽不明白的方法 來告訴我們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不行 我們很擔心的是 雖然你說安排了下個星期 給我們 希望真的做到 可以跟陳茂波局長 再討論這件事 給村民和關心這件事的團體和朋友 可以跟他們有個直接溝通的機會 這個溝通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 我們就不可以等這個溝通出現 你又不讓我們幫你休會 又不讓我們幫你辯論 你叫拉布好 你叫甚麼好 每人發言 然後一直到七點多 我們就可以化解了 現在面對的困難 你又不讓我們這樣 就要製造這些矛盾 究竟是為了甚麼呢 現在上個星期很多外面的朋友 就在指責我們的泛民議員 就說我們就不在這裏開會 很少人 今天就差不多齊齊了 除了有些人不在香港 但是今天很有趣 建制派的同事又很少的 我也想現在主席 要麼你就馬上關門後票 我們可能 我們都不反對 不要打中一笨 是不是 但是 當然 現在馬上鎖門 是不是 因為你們又不知去哪裏 是不是 我們就是正正不想 我們正正不想 讓市民繼續看到這些鬧劇 所以就給個機會 政府 立法會 說得很適合 剛才有同事說 為甚麼人這次來為立法會 就是看到我們 原來真是沒有辦法幫他們把關的 這個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的 不要只一說投票就拍手那麼開心 你們有責任的 張國瑜